中共才片面宣称 海上交通安全法9月1日生效 要求外国船只进入其生生的水域前 虚先告知 然而新法实施一周以来 美军飞弹未停止在南海巡航 11日美军印太司令部 更在官方推特发布本周动态 包括太平洋舰队在南海演习 以及第七舰队驱逐舰班福特号 通过台湾海峡等画面 以行动证明无视中共海上新规 法国43岁总统马克宏 虽然尚未宣布竞选连任 但预计仍会投入明年春季的大选 而女性政治家已然磨刀祸祸祸 极右派国民联盟领袖雷鹏 社会党巴黎市长伊达哥 都已经决定参选总统 其中雷鹏将成为马克宏的大敌 华尔街日报报道 南美洲国家巴西最初严重依赖中国科兴疫苗 但正迅速弃打中国疫苗 巴西政府还表示 不会推荐使用科兴疫苗作为第三剂加强针 性已停止中国COVID-19疫苗订购 转向优先购买美国制造的疫苗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场美式足球比赛中 一只闯入体育馆的小猫意外地从二楼看台跌落 索性有观众以国旗成功接触它 此时现场响起一阵欢呼声 这仿佛比球员得分还更令人高兴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